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表观遗传是由DNA甲基化 组蛋白修饰 RNA介导基因沉默等因素造成的染色质结构的变异 可以改变染色质的表达活性 但并不一定可遗传 在前面两讲中 我们分别着重介绍了组蛋白的修饰与DNA甲基化这两种表观调控手段 那在这一讲 我想和同学们详细介绍最后一种重要的表观调控机制 RNA介导的基因沉默 本讲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RNA介导的基因沉默现象的发现 SRNA介导的RNA干扰 MRNA介导的RNA干扰和X胺色质失货 首先来看RNA介导的基因沉默现象的发现过程 RNA介导的基因沉默最早是在植物中观察到的 在上世纪90年代初 一些研究人员向矮芊流花中转入了紫色色素合成眉睛 他们希望能够让这朵花朵更加鲜艳 结果却使得矮芊流花出现了褪色 花瓣几乎变成了白色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细胞内部 该基因mRNA的降解速率大大提高 但机智不明 这一现象在当时被称为共抑制现象 后来研究人员又发现 携带少量病毒DNA片段的植物 具有抵御病毒感染的能力 他们认为这些转基因病毒DNA片段 产生的RNA可以抑制病毒复制 这一现象又被称作病毒诱导的基因沉默 在1995年康奈尔大学的郭苏博士 第一次在线虫中观察到了类似的现象 当时为了研究PAR1基因 在线虫早期胚胎发育中的作用 他将与PAR1的mRNA序列互补的反应RNA 及antithase RNA导入到了线虫的胚胎中 通过与内源性的mRNA结合 并诱导mRNA切割降解的途径 来实现PAR1的表达意志 再观察胚胎发育的表情变化 但当他使用有益RNA及sense RNA作为对照组时 却意外地发现 sense RNA同样可以显著抑制PAR1基因的表达 但在当时他们并没有想到合理的解释 1998年斯坦福大学的FIRE和马萨诸塞大学医学院的Metal 将正义链和反义链RNA混合后注入线虫中 观察到了极强的基因感大抑制 并据此提出了双链RNA及double-stranded RNA 简称DSRNA的RNA干扰作用 并因此荣获了2006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研究思路 如图所示 他们利用原味杂交的方法 来研究MAX3在现成胚胎四细胞器的表达情况 A图是未染色的胚胎 B图是将野生型胚胎染色后的结果 我们看到MAX3在各个细胞中均有表达 C图是加入MAX3的Antisense RNA之后的染色结果 由于Antisense RNA可以和mRNA互补配对 并诱到mRNA的降解 因此我们看到MAX3的染色程度下降 提示表达量的降低 这和当时的很多研究者的发现是一致的 D图是加入了双链的RNA后的染色结果 双链RNA的序列与mRNA之间也是完全同源的 结果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 双链RNA几乎完全抑制了线虫胚胎中MAX3的表达 杂交实验检测不到任何信号 在这个实验的启发下 他们提出了RNA干扰的调控机制 RNA干扰指的是 与靶性序列同源的双链RNA 所诱导的一种序列特异性的转弱后 基因沉没现象 在FIRE和MELO工作的启发下 PAR1的研究团队这才意识到 他们之前观察到的正义RNA 能够抑制PAR1基因表达的现象 事实上也是由于 纯化过程中不彻底 插入了少量双链RNA 诱发了RNA干扰而已 那请同学们特别注意 RNA干扰的定义中的几个关键词 首先RNA干扰是双链RNA 而非单链RNA的作用 也非DNA或其他蛋白质的行为 其次 这段双链RNA要求与靶性剧烈之间 高度同源 再次 这个表达调控的过程 发生在转路后的水平 最后这一调控作用的效果 是将基因的表达关闭 接下来我们介绍 SRNA介绍的RNA干扰的基本过程 小干扰RNA 即small interfering RNA 简称SRNA 这是具有RNA干扰作用的 第一类重要的RNA分子 它的基本特征是 全长20至25个核干酸 三片末端 具有2BP突出的粘性末端和枪基 无片末端 还有磷酸集团 而且SRNA的序列和靶性 之间具有高度同源性 SRNA来源于DSRNA DSRNA的常见来源是人工合成 RNA病毒入侵 此外我们还发现 基因组中反向重复序列的转路产物 或者是同一基因的双向转路产物 也能够形成有效的DSRNA 那么DSRNA进入细胞之后 是如何实现RNA干扰的呢 首先DSRNA经过核酸酶 呆色的加工后成为SRNA 呆色处于三型RNA每家族 以二具体的形式发挥作用 能够特意识别和结合DSRNA 并对其进行切割 形成有功能的SRNA SRNA随后被主张到 基因沉没复合体 即RNA Induced Silencing Complex 简称RISC中 RISC是由多种蛋白组分 构成的复合体 包括内切核酸酶 外切核酸酶 减学酶等 在RISC复合物中 SRNA的双链发生解旋 正义链被核酸为降解 反义链被保留 接下来 RISC中的反义链 与把基因的MRNA之间 互补配对结合 并诱导互补结合的MRNA 被RNA为切割降解 从而抑制基因的表达 请同学们注意 这种RNA干扰作用 具有集联放大效应 所以我们在实验中观察到 只需要少量的SRNA分子 就可以完全抑制 把基因的表达 这其中的主要机制是 SRNA中的反义链 可以结合到MRNA链上 以一种特殊的引物 发挥作用 在RNA依赖性的 RNA聚合酶 及RDRP的作用下 以把MRNA为模板 合成DSRNA 而这个新合成的RNA 就可以继续被加工成 新的SRNA 而发挥作用 大量的研究证明 RNA干扰现象 在多种生物中存在 是生物抵抗 外源病毒基因 抑制内源转作系列 或重复系列 引起的染色质重塑的 重要机制 同时 由于RNA干扰作用的 特异性好 效率高 利用RNA干扰的方法 特异性抑制内源基因的表达 从而实现 特定基因的功能分析 也成为了 当下研究者 经常采用的研究策略 除了SRNA 我还想给同学们介绍 另一种能够引起 基因转入后沉没的 非编码RNA 这是具有RNA干扰作用的 另一类重要的RNA分子 即微RNA microRNA 简称mRNA 以后的研究显示 mRNA普遍存在于 现虫果蝇 哺乳动物等多种 生核生物的基因组中 1993年 马萨诸塞大学医学院的 Ambrose 最先在现虫发育的 基因表达调控中 发现了第一个microRNA Linfor Linfor以不完全互补的方式 与其把基因 mRNA 也就是Lin14 mRNA的 三片非翻译区 进行结合 抑制了Lin14的蛋白质翻译 最终导致Lin14蛋白质 合成的减少 由于当时学术界缺少 非编码RNA与表达调控之间 密切相关这一认识 这一报道在当时 并没有立即引起 学术界的普遍重视 直至2001年 又有研究者在现虫中 发现了第二个microRNA Net7 Net7能够抑制 Lin41 Lin14 Lin28 Lin42 和Dev12多个基因 在现虫不同发益决断的表达 而且在多个物种中 发现了Lin7的同源基因 这个时候 microRNA才作为一种 重要的表达调控机制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现在我们知道 microRNA普遍存在于 多种真核生物细胞中 microRNA全部由 基因组的内源基因编码产生 它可以位于蛋白质编码基的 内含子区 UTR区 也可以位于基因和基因间的 间隔序列 目前已知 人类的基因组中 含有数千种的microRNA 它可以在转路后的水平 调控基因组内 约三分之二左右的 蛋白质编码基因的表达 鉴于microRNA如此广泛 而且重要地表达调控作用 今天我们没有理由 不对基因组中的这些 非编码RNA另眼相待 来看一下microRNA的陈述过程 从基因组中被RNA聚合酶2 转入产生的microRNA基因产物 被称为初级microRNA 即primarymicroRNA primarymicroRNA 经过DOSA等核酸酶的加工 形成microRNA前提 即precucermicroRNA precucermicroRNA 约含70个核甘酸 呈净环结构 precucermicroRNA 随后在X45等蛋白的协助下出核 并在核酸酶DICE的继续加工下 形成成熟的microRNA 即长度在18到25个核甘酸 三片末端有两个核甘酸突出 结构类似sRNA 但重要的差别在于 microRNA的内部序列 与把mRNA之间不完全互不配对 在细胞质中 成熟的microRNA 在解学酶的作用下打开双链 其中一条链被包装到了 RISC复合物中 microRNA对基因表达调控的方式 取决于它与把mRNA 三片UTR区的匹配程度 如果microRNA不能与把mRNA完全匹配 microRNA risk复合物 则发挥抑制发抑的作用 但如果microRNA与把mRNA之间完全互补 microRNA risk复合物 则能够降解把mRNA 这条途径和前面介绍的 SRNA的作用机制是完全相同的 因此我们看到 由于存在不完全互补配对 一条microRNA可以调控多个晶 而一个基因也可以受到多个microRNA的条件 为了便于同学们更好地认识 这两种不同的RNA干扰方式 我们将SRNA介绍的RNA干扰 和microRNA介绍的RNA干扰 进行对比 首先 microRNA是单链的 加工程式的过程复杂 需要先形成近环结构 再进行两端的切割修饰 而SRNA是双链的 只需要从DSDRNA 简单切割成合适大小即可 其次 microRNA参与正常情况下 生长发育基因的调控 但SRNA不参与动物体的正常生长 只在病毒或其他的DSRNA诱导情况下 产生SRNA 再次 microRNA在转入后水平调节基因表达 包括了RNA降解和一直翻译 两种主要手段 但SRNA仅通过mRNA降解来实现 转入后水平的调节 最后 microRNA可以与把mRNA之间 不完全互补配对 因此一个microRNA调节多个mRNA 但SRNA必须与把mRNA之间完全互补配对 具有序列特异性是一对一的 最后要和同学们介绍的是 X散色体失活 这个过程中其实也涉及到了 表观遗传的多种机制 首先要介绍一个概念 计量补偿效应 所谓计量补偿效应 指的是 在XY性别决定类型的生物中 性连锁经 在两种性别中有着相等或近乎相等的 有效剂量的遗传效应 也就是在雌性和雄性细胞里 XY性的编码产物在数量上相等或近乎相等 那不同生物采用不同的剂量补偿策略 例如果蝇通过增加雄蝇XY性的转入活性来实现补偿 现虫通过降低雄雄同体个体的XY色体的转入活性 实现补偿 但在哺乳动物中是利用了XY色体的失活 也就是雌性哺乳动物在胚胎发育的早期 细胞中两条XY色体之一 独立且随机地失去活性的现象 失活的XY色体以保持高度压缩的形式 被称作巴氏小体 在一些组织细胞中清晰可见 那观察巴氏小体也是常用的一种 简单地判断哺乳动物性别的方法 XY色体失活的典型案例是带猫猫 即三色猫 猫猫的白斑是由于皮斑基因大S的作用 纯合体大S的S的白斑分布范围广 而杂合体大S小S的白斑 则仅选于腹部和四肢 而猫猫的黑色与黄色 是由XY色体连组的一对等为基因 大欧和小欧决定的 大欧基因的表情是黄色 小欧基因的表情是黑色 如果是一条携带大欧小欧杂合子的雌猫 由于XY色体失活 只有一条XY色体处于活性状态 因此位于这两条XY色体上的基因 大欧和小欧 也只有一个在发挥作用 在有些细胞中 带有大欧基因的XY色体是有活性的 表现为黄色皮斑 在另一些细胞中 带有小欧基因的XY色体是有活性的 表现为黑色皮斑 这就是三色猫的形成原因 其实人们很早就观察到了 XY色体的随机失活现象 但一直没有揭示这其中的分子机式 直至研究者认识到了非编码RNA的调控作用 现在的研究揭示 XY色体随机失活 是由X的失活中心 XIC调控的 XIC地位于XY色体场面的一区三代 XIC的位点中包含了XYS的基因 在发生失活的XY色体上 XYS的基因转入出非编码RNA XYS的RNA 随后这个RNA包裹在XY色体上 并从XIC中心向两端扩展 非编码RNA还进一步诱发了 XY色体上的DNA甲基化和阻蛋白修饰 促进了染色质 包装成浓缩态的易染色质 最终造成了XY色体的失活 而在另外一条没有失活的染色体上 XYS的DNA的转入可以被阻断因子关闭 从而逃避失活 这就是RNA借导的基因沉默 与XY色体失活 到这里 我们也已经和同学们共同学习完了 基因表达调控这一章的全部内容知识 一方面 我们从转入前 转入中和转入后 给同学们介绍了 RNA和蛋白质水平的多种调控手段 另外一方面 我们给同学们介绍了三种 不涉及点内序列变化的 表供遗传调控机制 即上两讲的 组蛋白修饰点内甲计划 和这一讲的非编码RNA借导的基因沉默 通过基因组测序计划 我们已经对全基因组的序列组成 有了全面的认识 但是要真正理解 遗传信息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还有大于基因表达调控的 全面深入的研究 尽管在过去数十年 基因表达调控 尤其是表观遗传调控的研究 日新月异 但这个领域 仍然有大量的问题 等待我们去解决 比如说 表观遗传如何在世代间传递 非编码RNA 还有哪些类型和作用机制 不同的调控手段之间 又是如何协作的 而这些调控手段 自身又是被怎样的因素所调解的 那所有的这些问题 都还有带各位同学们 去关注 去了解 去研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